2 3 4 金慧女26岁河北人 海南大学公关关系专业本科 大家好 我叫金慧 来自河北 毕业三年了 一直在北京从事销售领的相关工作 拿过年度最佳新人奖 也是公司转正最快的人 还是公司徒手获取资源数据量最多的人 我的目标是成为一个 学习思考型的好的业务员 然后在这里是想求职一份 关于销售类或者是助理类的相关工作 谢谢大家 主任老师 您好 就是您可以允许我 先向您介绍一个团吗 什么团 就是我的那个亲友团 亲友团 比心 我要比吗 哎呦 比心啊 哎呀呀呀呀呀 真是难为两位大哥大姐了 对 然后就是这边的小静女士 她是您的头号铁杆粉丝 就是她在我们家掌握着遥控器大权 做到什么程度呢 在家全天后轮播着菲尼莫属 所以就是我们家上小学二年级的就是外甥女院 她都知道 别说话了 团雷老师要说话了 这个人倒不是很好哦 就她就她刚上小学二年级 她之前特别喜欢的一个就是咱们的一个环节 就是那个残障朋友找工作的这个环节 她每次看到这个之后就特别感动 同步流眼泪 说因为你妈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 很容易感同身受 我很想知道你爸爸的命运 很早以前喜欢看走进科学 后来我妈就是看这个就是贝尼莫属 还有这个就是情感类的节目 我爸也一起看 后来就是我爸呢 被囤化了 嗯 他们俩时常交流意见吗 交流意见 最后把你交流到这来了 你妈妈能准确地叫出这台上的一些企业家的名字吗 妈干您了 东东 赵小叶 贺东东 赵小叶 都认得 还有一个叫陈普恒 还有一个叫陈普恒 你都记得 还有那个马瑞 马瑞 还有朱涛 还有徐磊 还有杨蓉 天天看 如果允许您拥抱其中的一位 你想拥抱谁 陈普恒 我想拥抱土里老师 不我 我是没有问题的 来来来来 来来 来来 陈普恒 我告诉你个小细节 刚才你找上台的时候 大姐马上的话 拖了一下小舌头 就像那个小粉丝一样 特别喜欢你 是吧 对 这样啊 我们拥抱是待会儿的事 刚才你所叫的出来的这些人的名字 允许你拥抱一个 你想拥抱谁 你就走到他面前 我觉得是 他向谁走来 他向谁走来 他向马瑞走来 他向马瑞走来 再抱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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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瑞果然是师奶杀手 为什么选择抱的是马瑞呢 我以为你像朱涛走去呢 马瑞啊 言轻有为 是我向往的 关键是长得帅 对 他是你心目中的女婿人选啊 对 我心中的女婿就像那些人干嘛 我看他不是你梦中的女婿的对象吧 我看他是你的梦中情人吧 还真是的 还真是的 来 大哥 行 那咱回座位 我们拥抱一下 好好好 来 请 好 大哥 到您了 大哥 这场亥语落军战呢 拜拜 您用话筒说话 来来来 他迫不及待就要上来了 对对对 他有的抱 还不上来吗 会别激动 您是一样的 咱男女平等 你想拥抱谁 就走到她的面前去 去吧 他来了 他来了 家教非常好 家教很严格 家教好 刘山玉很强 其实大哥是恋恋不舍的回去了 看得出来你在家应该是没有地位的 有地位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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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你有啥地位啊 干活地位啊 他有干活的权利 谢谢 谢谢大哥 来来来 请回请回 哎呀 他说我有干活的权利 先先先 特别感谢您 这个因为 平时也是热心观众嘛 当然需要近距离的接触一下 好好的摸一摸 抱一抱 看看这些是不是真人 是不是也是凡夫俗子 是不是一样有人性的缺点 接触一下之后 你就能了解了 我们都是凡夫俗子 我们也有脾气 我们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 这个节目不是尽善尽美的 每个人都会有问题 所以也让你感受一下 他们真实的气息 待会儿 他们如果 说你女儿说得太厉害 你就能理解了 我做好一个缓冲区域 好 我在家看过 《费尼莫属》这个节目 我觉得图林老师 对人很厉害 12位老板 对人也很厉害 我觉得就是因为爸爸妈妈来了 就增加了有情分 而且爸爸妈妈还帮我分担了火力 金慧 26岁 毕业多久了 大概是三年 这当中做过几份工作 两份工作 都是销售类型的工作 很喜欢销售 一开始不喜欢 其实很痛苦 一开始做销售 因为我自己是海南大学 毕竟还是一个211 然后同学们 他们就是毕业了之后都去 百度 腾讯 王毅 我去做了销售 然后那个时候就会 就是自己就会觉得 就是销售很low 那你现在还这么认为吗 不 就是我之前很痛苦的话 就是也不发朋友圈 也不和同学联系 同学机会我从来不去 但是从一年半之后 就开始发朋友圈 约同学见面 就是因为赚钱了 赚了多少钱 这么嚣张 没有 就是刚月薪过万之后 就心里就觉得 因为我知道我的同学们 大家都一直在联系 大家的就是薪资 比他们高 对 就是有点世俗 所以你就觉得 靠实力挣钱 无论做什么岗位 没什么丢人的 对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我就特别开心地做销售 我现在就特别有激情 我听说他有两个步啊 第一个步 就所有的人到这来都会问 你包不包食宿啊 他相反 我绝不找包食宿的 为什么 我个人认为 你吃了他的饭 就住了人家的那个宿舍 就代表 你要不付出更多的 就是加班的时间 要不就是付出更多的 就是这个薪水 就是就不能折合成人民币 就给你 那金慧如果说 你没有住宿舍 你的上司直接打电话 通知你到公司去加班 去忙 那也得灰溜溜的去吗 还是得去啊 那不索性就要食宿呗 不要 绝对不要 绝对不要 这是第一个不要 第二个不要 是这姑娘今年26 大好时光 却是一块无人耕耘的土地 没有交过男朋友 这个什么都知道 不 这是基本情况 我们是需要了解 要不然怎么是一个称职的主面试官呢 对 为什么 就是谈恋或找到这个东西 它真的是太难了 它比脱贫要难 这个东西要靠运气 靠缘分 这个不是你想找就能找到 比如找工作 找房子 找对象 我这个难易程度是这么分的 这事您急吗 急也没办法 慢慢来呗 待会我们撮黑一下 他跟马瑞好不好 对 哈哈哈哈 小 哈哈哈哈 他们家的家庭氛围很好 就是他跟他父母之间啊 那种小调皮啊 就我对于新会的印象特别好 既然是做销售 咱们一定要演示一下销售 你是卖什么 呃 之前的那个工作 是做那个依靠培训的 那你今天就销售一下 你的教育产品 来 卖给曾花吧 试一下啊 好 你好 曾总请问 您的孩子是男生还是女生啊 呃 女生 您对于您孩子 就日后的发展方向 就是是怎么规划的呢 呃 她上过芭蕾 但她不太喜欢就没上了 我在想 为什么一定要上这种艺术班呢 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现在中国呢 家长式的焦虑 就是一直甚嚣尘上 对一个女生来说 她上这个艺术班 首先是一个 她的就是身体的健康 比如说学习的过程当中 她是做的比较多 很容易造成她盆骨前倾 然后圆肩 但是如果她学习才艺 比如说歌舞类型的 可以让她就身体更健康 身姿更平拔 第二个呢 就是她的气质更加的优雅 我觉得我身边很多人 他们也没上过 然后气质也很好 比如说赵小燕 和东东 他们都没有上过舞蹈课 对 那是就是通过的 是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富有诗书气自滑 主要是我不知道 她想上什么样子 我怎么去鉴定她 要上哪个班呢 您可以带您的孩子 比如说挑您就是休息日 我们请那个专家老师 给您做一个测评 我们这边的诗姿 就是歌舞类型 好 新闻谢谢 我是觉得聊天的过程 你给我的感觉蛮好的 我觉得最起码你特别投入 你的投入是带动了我的投入 就我也跟着你很专注地 去交流这个问题了 但是我觉得你并没有打动我 你们这些人都经历了很多的诱惑 都是脑油子 对 我觉得 其实我倒觉得还挺好 但是她刚才有一个环节 她说得很好 为什么一定是歌舞提升人的气质呢 我看人贺东东 赵小燕 人气质都不错呀 她的回答是什么 他们是富有诗书气质化 她其实这样的解释 不让人反感 同时也没有赘述 而且她的心理学用得特别好 第一个是卖焦虑 第二个是卖恐惧 她会告诉你说你不做会怎么样 会你的肩会怎么样 会你的朋友会怎么样 其实我这个里面是一个心理学 我觉得特别的棒 我觉得还是挺有代入感的 我觉得如果是她跟我讲 我就愿意一起去学习 算不上特别优秀 但至少能够打到个七十分 是的 在考察我意味的时候 我觉得我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 我应该是承担主动的一个 就是引导话题 或者掌控整场的 就是谈判的这个节奏 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我一直被曾总 就是被你 被你的客户带着走 我觉得这个销售 有很大的问题 你要求薪资多少 五千家 只做销售吗 如果老板看得上我 愿意让我做 业务总监级位以上的助理 也是非常愿意的 好 大哥大姐 马上第一环节要选了 对吧 第一环节选 留的灯越多 对她就越有力 对吧 赶紧给你闺女拉拉票 老板 我们孩子挺优秀的 请我给她一机会 这个笑 这个妈妈好开心 你发现有一点没有 孩子不长心眼的 妈妈坐在下面 就是愁容满面 孩子懂事的 妈妈就笑得像花似的 她不用操心的 对吧 她才会笑得像 少女一般天真烂漫 陆老师 我跟你讲 家里面所有带店这的 都是这孩子买的 是吗 对 告诉他们 那个店是多少寸的 62寸吧 62寸 那我的脸得多大呀 还有吗 站起来 站起来叫他们看 还有那个 闭箱 不不 关键是把手拿起来 还有镯子 对 戒指 项链 对 您的三斤 不是你老公买的 不是不是 是闺女买的 对 血厌吧 把那一块钱给了十万 给十万 一年 你一年挣多少钱 十几万吧 就是有很大一部分都寄给家里了 你寄那么多钱回家干嘛呀 老爸妈现在又花不了这么多 养老有个保证 保证 给你们养老 所以就是安心安心完 这闺女真不错哎 啊 给十万买三斤 哎那真的很了不起 在我的意识当中就是我认为一个在家庭中愿意担当的人 在工作中也很容易担当 我对于机会的印象特别好 来第一轮选择去果流 下盏灯全流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才 来我们进入职场情商课堂 你这做得不错啊 谢谢领导 继续努力啊 好 喜欢上自己的领导 要向他表白吗 哎 喜欢自己的上司要向他表白吗 工作就是工作 生活就是生活 当你工作和生活掺杂在一起的时候就离死不远了 那到底是表还是不表 绝对不表 然后 你可以走呗 你走了再表白呗 爱情的缘分不能错过呀 那这样的话呢 那可能会 妈妈 假设你还没结婚 你会向他表白吗 约约约约会 阿姨你妈挺胆大的 阿姨怎么这么开心 阿姨今天抱了你了 哎呀 终于抱到手了 你看他母亲的回答比他啊 要主动 很显然 其实在生活当中 很多曲折也好 或者事物的反面性也好 你考虑的比你母亲要多一点 我会想 我觉得她是一个以事业为重的一个女生 我讲一个我的故事吧 就是我不是因为喜欢上上司表白 是因为我喜欢上一个人 然后去到那个公司 发现她是我上司 感情嘛 你很难遇到 工作可以再找嘛 如果你真的遇到一个人 你喜欢她 就应该跟她讲啊 对吧 所以你是会表白的 我就是因为喜欢我才去的 后来发现是我上司 我依然表白了 是你现在的丈夫吗 不是不是不是 所以你今天晚上还想回家吗 可以不回 你跟她说什么 可以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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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华一定不会表白 我会 我会觉得 这个工作可以重新来 我觉得一个喜欢的人很难遇见 班公司练琴 你再去刻意去避免或回避 还是会 会影响到工作 我之前有一个粉丝 他就很想在我身边 那我后来给了他一个工作机会 来到我的公司上班 但是发现 他完全每天都不能在工作 然后呢 他的所有的关注力 跟他的所有的这个意识 都停留在 因为以前是远观 现在是近距离 你跟他谈的是工作 所以最后的这个结果就是 他干了一个月 他也就干不下去了 包括其实他在的时候 其他的员工也不知道 怎么跟他处理 跟老板的关系 好 其实支持任何人 应该抓住自己的缘分 勇于表白 但其实在工作当中相遇的人 其实因为带有工作上的身份 你很难分得清楚 你是在工作上欣赏他 还是在人性中了解他 所以最好还应该有生活当中 更充分的交往 才能够正确自己的判断 回到他身上来 今天他的回答刚才库尔特所说的 他是一个 无论因为什么原因 他一定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对 看在感情之前的女人 对 来我们来看到他的社交数据解读 金慧是一个对艺术舞蹈特别喜欢的人 和金慧最匹配的是 得上传媒的马瑞 他们在文学艺术等领域 一定会有很多共同话题 和金慧最不匹配的是 精灵术家居的吴胜 吴总比较关注投资 电子商务和网络营销 来 第二轮选择去口流 还有八盏灯 马瑞先来 这是我录飞机莫属以来 第一个选手跟我的公司匹配的 岗位是销售岗跟市场 工作店是北京跟洛阳现在市 工资是五千家 我就是纯就是喜欢你 我给你的岗位是我的助理 然后薪资是六千 慧慧 我给你的这个职位呢是 哈奇智能的这个商务 底薪是8K 翠生生薯条给你的岗位是销售岗 底薪是六千 在北京 谢谢 何东东 法国目前给你提供的是销售岗 五千家工作地点在北京 宋水艾给你提供的是 全国领域的大客户销售 底薪是八千家 但是要全国出差 工作的地点基本上在上海 曾华 总经理助理 你的助理 对 七千 如果大客户销售是六千 地点 地点北京 我们随红奔跑的俱乐部 是一个做青少年篮球培训的 我想争取一下 我现在是五千家 然后如果你给我机会 他会在家 来思考一下 灭掉六盏 留下两盏 去吧 好 谢谢 谢谢 嗯 那个抱歉 因为我对这个不是特别熟悉 谢谢 好 谢谢 抱歉 有请曾华 杨蓉 谈钱不伤感情 来 你还要谈价钱吗 谈给了机会怎样抓住吗 你想跟谁谈 我想请那个曾总九千能加吗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助理港是没有那么多提成的 应该是走绩效的 但助理学很多啊 但是钱也很重要 钱也很重要啊 加不加 最后不能跟你讲 其实我也是一个工作狂 我也是 我婆婆跟我妈妈对我的评价都很很职业 很事业狂 我是觉得我完全可以把你带出来成为 不能说成为另外一个我 但是我是觉得你身上所有的钱呢 我都可以帮你挖掘出来 你要在我这边做助理的话 我会让你做业务助理 但是第一年也不是用提成的方式 而是会给你年底奖励的方式 那个还有问题吗 杨荣也可以问一个问题 我想知道这个商务它客户群体 还有就是薪资构成 给你这个岗位呢 是在我们哈齐的这个Cube的这个事业部 你的这个板块呢主要2B的 所以说它的薪资构成的话 主要是基本公司加绩效奖金 好 妈妈选谁啊 选曾总 选曾总 为什么呢 你学到东西啊 那这边钱多啊 钱多 学东西的钱更多 妈妈这个聪明人啊 爸爸有没有相反的意见 也选他吗 我选这边吧 胆子不小啊 造反了 为什么 商务也挺好的 你知道商务做什么的 商务不是赚钱吗 那我问一下妈妈 那怎么办 你们俩不一样 那女儿怎么选 归应自己走足啊 什么吧 那这项没法选 一个这边 一个这边 其实他现在的话 是需要有些积淀 因为赚钱对于他来讲 不是问题了 但是更关键的是在于 我怎么样去把自己 真正的实力去做提升 而且他是211的本科 如果是我 我一定会选花钱 我一定会选花钱 考虑10秒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斯凯乐 哈奇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 哈奇 我的选择是 斯凯乐 学吧 其实如果按一般人的想法 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 曾华 但你是有犹豫的 嗯 所以啊 这对父母 真不是省心的父母 就在别人选择的 这个问题上 还互掐 搞得人家没头脑 不知道怎么选 将来你还是要多操心的 但是为父母操心 是一种幸福 啊 嗯 行 谢谢你好好干 谢谢 好 谢谢 最大的感受就是 其实 企业家或者成功者 都是创业者 都是人 有优点 有缺点 有喜怒哀乐 所以呢 大家都是平凡人 如果大家都努力的话 以后也能够成为 在站在美光灯下的人 停 停 二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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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